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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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去騰濟的船程大約一小時左右就到了 今天由艾文的世界來澳本 我們今天住的是巴雷人酒店 為什麼住這間? 因為眾觀環環的澳本的酒店 簡簡很貴 有些知名道餘 最便宜的就是巴雷人 現在來到時間上了 所以寄存了行李之後 我們就決定將來拍照 成功在巴雷人搭了巴士來到大山巴附近 搭了那個是26A的 總之澳門全部巴士都是雷一收費的 每位6元 無論坐多遠、多近 都是6元 因為我沒有澳門通 所以就要自備散址啦 這裏就是澳門的議事庭 他們叫做市政處 就是市政府辦公室之外的地方 這裏超級衝浪的紅色 這些白色啊 全都的藍白前線啊 超漂亮的 好 我們來到這間餐廳叫做火柒 它最出名是這個光牛角色包 我這次選了這個味道 就是開心的味道 我喜歡吃個開心果 我聽說另外我點了一個火柒柒 還有一碗沙啤 因為今天是太熱 很吸引的 太熱的吃 我為什麼要解剖它了 它那個青銅包都很好吃 很美味 不過它的價錢是五十多元一個 吃飯了現在快三點 然後走的時候買單 我聽到它就說牛角包暫時賣光了 所以要吃其實兩點鐘這個時間就好 不然就沒得吃了 我覺得牛角包是好吃的 但是五十多元來講 真的有點貴 所以試一下就好 所以試一下就好 這條叫做豐塘斜坑 我聽到的建築物很漂亮 全都是很色彩的建築 但我覺得這個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點古巴的感覺 available obil 我好 我們剛才 PUBG 找了一間 叫做 Pastree de sau putes S boug mu sac 的一間餅店 買了一個叫千層牛肉 Li la la go 先試一下 超粗的 很 230 Nummer 2 選 paralysis 我覺得是有小腔牛肉的鬍味 因為我們怎麽隊 所以對我來說是很OK的 我們來到澳門必來的景點 就是大三花了 明明說不來 最後其實也是來了 後來的周年 旋回來了 我們會有的 久保田 我們下一個目的地就是漁人碼頭 漁人碼頭是在愛港客運碼頭的旁邊 所以我們就去一個賭場 然後就坐了去駕發財包 來到港澳碼頭就可以走過去了 大約十多分鐘左右 我們今晚吃的是麻辣英雄火鍋 雖然其實我沒聽過 但是好像也挺多人吃的 所以這個點餐是要用WeChat的 我們是沒有WeChat的 所以我們用最主意的方法 所以是去搵小燈 吃飲食了 也不是好嗎 OK 也不錯 好 晚上9點3,我們終於到Check-in 這間價值$2,000多的房間 先介紹一下房間 一進來,這邊有個廁所 果然是... 五星級賞店的廁所 有個轉圈的浴缸 果然澳門的房間,貴得來是大的 但它的感覺就不太巴黎的感覺 不過,我們繼續打 要踢他鏡啊 我們在Check-in後 第一站來到新開的倫敦人 房舊島也有做賣,我覺得很漂亮 讓我們來做賣 來到農工人,這裡有一間Shake Shack 我記得在香港的食品有些特別的 特別的餐廳就是港式奶茶 這裡有的就是鑽重的食品 可以買一杯試試吧 它這杯跟香港有點不同 它上面有奶油的 沒什麼薑味 很少很少的薑味 它不辣的 你說它的薑汁狀奶也相似 但是它略然欠缺薑味 薑味真的好一點點 但也挺好喝 雲丁人有萬元專門店 所以萬迷的我當然要九速遊 我現在要坐由倫敦開往巴黎的商城巴士了 我現在要坐由倫敦開往巴黎的商城巴士了 這裏就是在倫敦人旁邊的巴黎人花園 The Jardin 完全是仿效了在巴黎 它也是前面有個公園 然後你可以坐到野餐人 看著巴黎之後的景色 現在好像綁匯至巴黎一樣 зар, noóóóóó 我們現在來到坦仔的官也街附近 現在吃這一間叫檸檬斜龍 超多人排的意大利手拉雪糕 因為我們曾經連續幾年都沒有米芝蓮去吃 終於買了 我這次點的味道就是芒果芝士和士多比利芝士 很好吃 雙味是40元澎幣 單味是30元澎幣 你看後面超多人排的 不過很快就排了 其實5至10分鐘都排到 但是呢 超級熱 然後它很溶 不過很好吃 我覺得這兩個味道都很好吃 我們來到這間在坦仔的世紀咖啡 只買外賣而已 買出它的全名雅寶咖啡 還有買出一個辣魚芝士肉送包 總共五十多元 這支最貴25元一支 外賣等了 3個字 5個字 現在都4-5個字 終於拿到外賣了 看看這個芝士肉鬆辣魚包 味道 它的包好像挺貴的 包是它的 魚是辣的 太熱了 吃個這麼辣的包 我覺得 冰淇淋適合現在的天氣吃多一點 這裏就是龍環浦雲住宅博物館 這裏就是他們的人工濕地公園 拿到外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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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還有按鈴鐺 還有按讚和分享 好了 下次見 拜拜